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主要是以提供民众心理健康卫生宣导、心理咨询及自杀防治、精神疾病患者至关怀仿视服务 以及网络资源的连结 为了让更多民众能够就近取得心理卫生资源 台北市卫生局今年3月与9月相继布建完成万华区、文山区两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后续将于112年布建北投区、内湖区及114年新医区等 共计3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来守护市民心理健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概念 没有心理健康就不会有真正的健康 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在英国89年的时候 在中正区就打造了第一栋的社区心理中心 那我们为了持续能够促进市民的心理健康 我们会在114年前完成在台北市总管会有6处的社区心理中心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持续来守护市民的心理健康 当然社区心理中心的主要任务 除了提供民众的心理健康会教宣导、心理咨询服务以外 我们还特别针对了自杀个案以及精神个案 从出院之后回到社区的持续关怀性服务 让他们能够后续的网络资源连结能够更紧密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3月7号、9月7号都已经完成了 湾滑区、文山区两处的心理中心 明年我们会在北投内湖 114年前会在信义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心理中心 就是要让市民能够在任何地方都找得到 以及用得到这些各种多元的心理卫生资源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作息 造成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我们在新卫中心的一些空间设置上 会有一些隐医性的会谈、写出式的等候区 以及一些多功能的会议室 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空间的设置 然后办理一些心理健康议题的一些讲座、教育训练以及活动 然后还有甚至可以提供相关的心理咨询服务 让民众共同参与以及分享 更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议题 那近年来当然因为精神疾病也是大家所重视的 所以我们在社区新卫中心 114年完成附近5处之后 我们会聘有专业的一些心理师、护理师、职能治疗师 以及社工、官保员这些 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能够让精神割案 在社区中得到持续的一些照顾 那同时也能够对于家属有一些情绪上的支持 让他们有喘息的空间 所以我们社区新卫中心 其实就是社区里面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 如果民众有出现情绪困扰沮串的一些状况 那不用担心可以拨到3393 7885 这样子的心理咨询专线 我们就是希望接住社区中每位需要协助的民众 同时校园也有建制辅导SOP 帮助师生取得心理卫生资源 校园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师生、学生的心理健康 也是我们卫生局非常重视的一环 所以我们是持续有跟教育局、学校这边在做合作 那在卫教宣导的部分 我们会定期跟他们办理一些卫教宣导的课程 比如说有可能是学生的一些情绪的支持 如果如何寻求资源的协助 那如果家长或是老师 对于青少年儿童的一些议题 他们如何更了解他们 然后如何跟他们沟通 所以这些课程的办理 有可能是走入校园 或是回到我们社区新卫中心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办理 这个是我们持续在进行的 那另外在服务的部分就是 学校这边当然有很健全的三级辅导 那除了学校的三级辅导的部分 如果后续他回到社区中 仍然有需要心理咨询 或是一些情绪上的支持的话 其实教育局他都会转介给我们卫生局 然后我们会有社区新卫中心的心理师 进行后续的个案的一些评估 以及后续资源的连接 而且这些转介不只是单一项的转介 实际上我们现在社会安全网 都会有一些个案的研讨会 以及辅集或是区籍的会议 在会议上都会针对局处网络也需要协助 那共同提出来讨论 所以社区新闻中心这边都可以接收到 相关需要心理资源 心理卫生服务的这些讯息 来进行后续的提供服务 另外卫生局也说明 思觉失调症与脑内功能运作时常有关 临床症状表现为 知觉思想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功能障碍 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有明显的脱节 以听幻觉及妄想最为常见 照期介入是治疗思觉失调的关键 可以早期恢复有效避免复发 那前几年很夯的电视剧 我们与二的距离 剧中有位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因为没有病逝改年误就医 导致严重影响的工作以及生活 思觉失调症其实它就是思想 以及知觉功能失调的一个精神疾病 那耗发在15到30岁 它会严重影响到一些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以及医疗支出 更是精神疾病公民化的问题 所以这边就是要提醒 社区中如果有亲友 或是居民出现一些思考逻辑 行为混乱的状况 或是人际退缩了 以心病加重等等情绪困扰 就是让他协助他尽快的寻求 精神医疗的一些协助 加上我们后续会有一些社区关怀 他是可以有机会紧早回归社会的 那其实在同时 我们市立连移中的院区的精神科 邱主任也提到 对于思觉失调症 它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的一个现实 有明显的脱节 像以听判觉 广想是最常见 那不过只要能够早期介入 那对于治疗 思觉失调 它是最主要的关键 因为及早介入 及早就医 那给他的一些症状 可以明显的改善 对预获是有非常的帮助 那依据我们现在健保资料库 109年的一个资料库显示 大概现在全台湾有15万人 被诊断为 视觉失调症的一个相关疾病的病症 那我们台北市有充足的 医疗精神的一些卫生资源 那所以只要有出现一些 刚刚我讲 像思考逻辑行为混乱这些状况 就是及早协助他就医 那尤其是我们后端 长期的一个关怀 来照顾思源的连结 支持他们回归正常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会在114年以前 在附件无处的行为中心 那透过我们这些专业的 专聘的一些师级的专业人员 像心理师、社工师 以及护理师、职能治疗师 尤其我们是主动走入社区 提供光板服务 这样的一个连结 然后让我们的精神个案 可以从初院回到社区 然后社区这边 再可以一些主动的服务 那也让家属能够喘息 得到心理的支持 所以这边最后再强调 就是说希望我们所有的民众 对于思觉失调症患者 能够多再给予一些温暖以及关怀 因为他们就像得到其他的慢性病一样 只要能够及早介入及早关怀他 让他能够稳定就医 他是可以很快的回归正常生活的 我任何的相关讯息都可以拨打 我们的3393-7885 台湾约有15万人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症 准思觉失调症、妄想症和其他非情绪精神病症 家人和朋友如有情绪困扰、思考逻辑、行为混乱或人际退缩、怀疑心众等困扰 应协助就医、及早寻求专业判断及早治疗 台北市有充足的心理卫生及医疗资源 支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亦可使家庭照顾者有喘息的空间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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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